議長同志委一行人會看球子山燈塔步道時 剛好遇到從基隆燈塔步行經過白米翁砲台步道 再到球子山燈塔 現年72歲 從台北特地來這裡爬山健行的登山大叔 對於雙塔的風景讚譽有加 我喜歡基隆 基隆風景其實太多了 因為所有的大都市都是港口的 基隆應該有很好的發展 加油 至於這些登山爬山步道 有沒有需要再改善的地方呢 大叔說只有中間部分崩塌的地方 需要再改善就可以 就是路有點不是很好走這樣 阶梯有的是崩了這樣子 而知道議長同志委特地來這裡會看 要如何改善步道 登山大叔也稱讚同志委很努力 為大家著想 主動要求和議長何以留念 今天要來改善步道 我們議長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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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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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前途大有 你是 由於通往球子山燈塔的登山爬山步道 以及連接通道白米翁砲台 和基隆燈塔的步道都有需要再加強 因此中山區和平里長張何妹 特地邀請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邀及市政府 相關單位人員再到現場會刊 同志委也答應會向市政府以及中央等相關單位 爭取經費來改善 然後說我們把它連串起來就是三里長城 和平先動太白 改善先動地區 和平設計 和平設計 對 把我們這三個連串 先動中山區能活躍起來 這邊看過走過一次爭取的這個前面前端的一個步道以外 我想後面這個樓梯到燈塔 我們會在 今年會再成立一個案子 來繼續爭取 跟市府把它整理得更完整 包含欄杆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 我們要從球子山燈塔到白米翁砲台這段步道 就是一日雙塔的概念 這一段過去 有非常多的人走過 那覺得說是有非常漂亮 絕無經有的美景 那我們里長跟理事長也非常用心 一直積極來跟我們要爭取 來把這個步道來做完成 我想我們今年會特別把這個案子作為一個優先 特別注重的這個案子 來跟市政府相關單位來爭取 希望把這個步道來完成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基隆的美景以外 也可以體驗我們這個都市之廢 球子山燈塔到基隆燈塔 所謂基隆雙塔遊 已經逐漸成為基隆市新興的旅遊践行爬山路線 而在球子山燈塔這裡 在議長同志偉大力支持推動下 目前主要道路和意向的改善工程也接近完工 同志偉希望 雙塔之間的登山和聯通步道改善後 能夠大幅提升 建行爬山的安全和觀光品質 讓更多人看見基隆山海景色的美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主要道 作為主要道 旅路 絡路 旅路